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真的有这个打压的状况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支持统一 平媒媒体也报道标题写着蔡政府受不了 叶问打权被停 直播到本周五 文章一出马上被总统府打脸 这个完全是一个假新闻 这个跟大家尝试也是违背的 事实上现在台湾是民主国家 政府不应该也做不到 要去要求任何一个媒体停刊 因为立场停刊或停播 所以我们希望相关的媒体跟发言者应该要来道歉 第一时间回击不时指控 小英脸书也发文反击 怒批关闭中天新闻 荒谬造假 违背新闻伦理 总统府强力谴责更要求道歉 因为节目收摊恐怕是商业考量 过一年吧 又移了 最为移到154台 而且有的地方是115 有的地方134 黄志贤自己也曾公开抱怨 节目开播至今频道换了三次 时段也不断调整 根据一年来的收视率调查 黄志贤主持的节目 都还排不上收视总排行前80名 数字会说话 节目停播原因 或许在于支持统一发言 在台湾美市场不受欢迎 三令西文台北综合报道